大家好,明社天下,我是一鸣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英国和新疆棉 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新疆棉花突然间登上热搜 起因是因为某服饰品牌宣布禁用新疆棉花 之后其他的一线品牌纷纷跟风,共同抵制新疆棉花 而他们之所以共同抵制并不是因为新疆棉花的质量不达标 而是他们觉得新疆棉花的采摘流程缺乏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 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认为在采集新疆棉花的过程当中 中国存在所谓的强制劳动、侵犯人权等等行为 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便在涉疆问题上对中国群起而攻之 甚至还将新疆问题渲染成为了所谓的种族灭绝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新疆棉花事件爆发的时间 恰好正值中美阿拉斯加会谈 所以说此事和美国毫无关系,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近年来,美国在炒作涉疆问题的过程当中 多次以所谓的侵犯人权、强制劳动等等借口 联合其盟友对中国来实施制裁 其中就包括英国 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英国议会下院通过动议 拒绝认定新疆存在所谓的种族灭绝 并且考虑禁止进口所有使用被指涉及强制劳动的新疆棉花产品 并且将这项禁令扩展到棉花以外的行业 但是近日,英国议会下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 突然间公布了一份文件 文件内容显示,英国政府拒绝认定新疆存在所谓的种族灭绝 也没有计划禁止新疆棉制品进口 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放弃操弄涉疆问题 他们多次提到要与国际伙伴合作 来应对新疆所谓的强迫劳动的问题 考虑到中美会晤呢,刚刚结束 拜登表示出,有意缓和中美关系 正而身为美国盟友的英国 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要跟随美国一起来缓和中英关系 事实上,欧洲国家之所以操弄所谓的涉疆问题 除了盲从美国对抗中国以外呢 也是为了将所谓的种族灭绝的历史罪行甩锅给中国 在历史长河当中 种族灭绝问题只发生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 欧洲国家妄想给中国扣上所谓的种族灭绝的帽子 污蔑的意图是十分明显 况且英国政客不要忘了 是谁在苏伊士战争当中背叛了英国 是谁让曾经的大不列颠帝国土崩瓦解 英国最大的敌人不是中俄而是美国 如今美国已经开始有意缓和中美关系 谁又能保证关系缓和之后 美国不会掉转枪口 对曾经的盟友英国来动手呢 所以约翰逊看似及时的醒悟 其实是对未来英国的发展提前铺路 为跳出中美对抗提前布局 对于是美国的发展提前布